第十二題有關乙醇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易融與水是一種電解質錯的 乙醇易融與水但它在水中不會解離 它是非電解質 這是在教電解質的時候 請同學要背的我們的酒精乙醇跟蔗糖 是非電解質在水中不解離 B 化學式為C2H5OH在水中能解離出氫氧根 這當然也是錯的 它的化學式是對的C2H5OH對的 可它的水中不會解離 所以前半部正確後半部錯誤 C燃燒後的產物是水和二氧化碳是對的 因為它是C2H5OH 碳燒完之後產生二氧化碳 氫燒完之後產生水 所以選項C是對的 選項株 化學式中含有的氫比OH多 因此水容易呈酸性 這當然是錯的 我們酸性的必須是氫離子 碱性的必須是氫氧根 而不是所謂的 H跟OH 所以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問題 而事實上 乙醇溶於水呈現的是中性 也不是酸性 所以選項株是錯的 第12題我們說 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燃燒後的產物是水和二氧化碳 就像是水和二氧化碳